美国做出大胆预测认为俄罗斯可能在几天之内会军乌克兰 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丁14号反驳了这样的说法 强调会继续寻找以外交管道解决危机的方式 尽管外界认为这是普丁在传达继续谈判的强烈意愿 但莫斯科方面却表示不会派代表参加18号在德国登场的慕尼黑安全会议 刘优优独播剧场 除了不打算参与这项全球国防和安全领域的重要活动 俄罗斯还表示 不会派员出席欧洲安全及合作组织会议 这个会议是因波罗的海国家的要求而举办 会中将关切在摆俄罗斯的不寻常军事活动 而乌克兰驻英国大使在接受英国媒体专访时 一度表示可能已放弃加入北约 作为向俄罗斯的让步震撼各界 不过大使随后又改口 表示先前的言论是一场误会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强调 乌克兰会继续争取加入北约组织 强生也表态大力支持 我觉得我们很重要 我们有谈论 我们有谈谈 但我们不能够做 为什么北约对乌克兰与俄罗斯来说如此重要 北约全名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是1949年由12个国家组成的军事联盟 包括美国 加拿大 英国和法国 成员国同意 在任何一个成员国受到武装攻击的时候 会向彼此施以援手 成立的目标是要对抗 二战后俄罗斯向欧洲的扩张 俄罗斯多年来不满北约不断扩大规模 包含多个前苏联成员国的加入 而乌克兰与北约日益紧密的关系 更惹毛俄罗斯 乌俄两国恩怨情仇数十年来未解 加上过往复杂的历史背景 才会推升双边紧张局势 华语新闻 陈静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